Hello 大家好 今次又帶大家去台北啦 這個地方真的又近又方便 帶小朋友又很棒 還可以帶家人姐姐全部一起出發 今次的旅行是有非常之多美食的 因為我今次帶媽媽 所以選擇的餐廳就會更加高質 還有適合大人、小朋友、老人家、男女女 也適合吃的餐廳 還會介紹一些親子的cafe 親子餐廳 帶小朋友去的時候也不會滿身她 我們馬上開始啦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台灣了 第一站就是去打火鍋 這間就是聽聞系火鍋界的製作 而且也挺難預訂的 幸好預訂到 現在去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好像傳說中那麼美味 到了啦 這間是本店 它推銷的是很高質的食材 很新鮮 尤其是它的牛 其實是本地的和牛 而LIA本身是只吃日本和牛 連美國和牛都不吃 她是吃這餐吃得很開心 是給了手指公說好吃 這個和牛 可以好好享受這個服務 帶小朋友來的話 她也可以幫你安排一個小的鍋 只是燒小朋友的食物 非常方便 因為我媽媽不吃牛 她自己也有鍋 我喜歡吃海鮮的牛 自己也有鍋 大家就不會打架 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東西 而且她的甜品也很出色 大家記住要留下個胃 警告就是一定要吃 鍋餅真的最好吃 很香口 然後味道甜 又不會覺得很膩 然後銅鑊燒好像是像雲朵一樣 超好吃 Tiramisu就是一般少許 我會來美麗市場這裡入貨 因為這個超市有齊了 小朋友需要的東西 很多新鮮梳菜水果 那我們就可以一次幾天 第二天就去一個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的親子遊樂場 她樓上就是很大的遊樂場 完全是全幕 這天在裡面玩了兩個多小時 都還是很多東西還沒玩 很想再回去這個遊樂場 是要網上預約的 我是在網站預約 給了錢 就可以確保她有開門 上次來沒有開門 很傷心 而且她空間那麼十足 我們去的時候 都沒有其他人在 所以她們玩得很開心很安全 還有一整天洗波波池 然後裡面的玩具很精緻 做薄餅是有火爐的 還可以假裝壽司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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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壽司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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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孩比較小 還有一個幼兒區 不用怕被大的小孩撞到 這個煲煲有點像日本福岡 還有很多書可以看 一旦來到台灣 當然要點珍珠奶茶 我就很把握每一個時機就馬上叫附近的珍珠奶茶 都是用外賣app 叫就可以了 我喝波霸珍珠奶茶 玩完就要吃飯了 很方便 樓下就已經有一個親自餐廳 上一條影片也有介紹過 這次因為時間更充裕 所以這天在下面又重新再玩一次煮飯 這間餐廳的設計是行工業風 很簡潔又很舒服 還有開放式廚房 看下去更乾淨 這裡的食材全部都是由橙地直送到餐廳 所以就把一些最時令 最好的元素帶給小孩 所有東西都是沒有薪水 添加好純正真正的食物 有很多指定的供應商 亦用了很多有機的食物 然後連咖啡的質素都非常之高 而且很大杯 我媽媽很喜歡喝咖啡 也大讚這裡的質素很高 還可以去旁邊的書店 買手信 玩具酒 下一步就是去看龍貓 我都沒見過龍貓 所以這天第一次見到很興奮 而且你還可以跟龍貓有親密接觸 這裡有很多款龍貓 可以選一個陪你一起吃點心 這天很喜歡這隻白色的龍貓 牠叫做美女 改名這麼可愛 終於可以親密接觸到龍貓了 牠摸下去真的超級超級柔軟 好像在摸一些很滑的地毯一樣 很可愛 這間餐廳我覺得牠做得很好 就是在動物和食物分開 牠被摸完之後會放在櫃裡 你不會碰到牠 亦不會有毛飛來飛去影響吃飯的清潔度 你又可以摸完牠 洗完手後才慢慢吃飯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邊吃東西 一邊考到欣賞牠 牠跑來跑去 很有趣 這樣就可以平衡到餐廳的衛生度 亦可以保護小動物 牠們也不算非常怕人 因為牠們原來是有一個上班時間的 所以就不會超過的 回到某一個時數 牠們就會繼續休息 所以每隻龍貓都會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玩完之後 你就可以跟店員說 牠們就會拿龍貓去洗澡 其實都是在沙裡跑跑跑 然後就洗澡了 牠們很可愛 太可愛了 然後繼續美食之旅 就是米芝年手工台菜 這間是非常出名的台灣菜 其實那個環境都是比較優雅 帶著小朋友進去也有點膽 因為很怕牠吵的時候會影響其他人 但是他們台灣人真的很接受到小朋友的聲音 說一下這裡的菜式 他們的菜式是偏清淡的 主要是吃食材的原汁原味 但是他們的擺盤是非常之精美 漂亮也不捨得吃 人多也很推薦大家點這個山海豪華 評判裡面也有甘謝芬雞超好吃 然後這個葡瓜風是農民契作的葡瓜和紅蘿蔔膠織成一個十字花紋形狀 很漂亮 完全是不捨得吃的 嗯 裡面是包著豬肉 很新鮮的味道 他們用的雞是放生古早雞 完全無添加 是自由貨木 野外自己在走的古早雞 所以是非常之有彈性 這個玫瑰蝦也是他們很特色的一個美點 它是用一些生泰芋蝦的肉包入烏魚子 鹹蛋黃豆皮 吃下去是沒有想像中鹹蛋黃那麼鹹的 是真的比較清淡的台灣菜 跟我平時吃的台灣菜 滷肉飯那些是真的很大的對比 所以就用一些真正的食材 最天然的方法去養殖 和攀調出當地原生的品種 再創造出當代的台灣精緻菜牛 好好吃 很有味道 還有一點很有味道 嘛 看上去不吸引 但口感也很好吃 吃飯吃香蝦 味道,火薰好吃 Hages birthday birthday Втор birthday birthday added когдаただ唱生日歌 他還是送了一杯甜品給我們 以為我們真的有人生日 很尷尬 真是超nice 啊 台湾人 台北真的很適合帶小朋友去 Lia到現在都說想再去台北旅行 下一集我就會帶大家去另外一個親子cafe 那裡是要見到水豚君的 還有可以瘋狂餵牠們吃東西 還有一些鴨仔 小朋友玩得超開心 還有一間我每次去都會吃的台灣菜 它的麻油雞就是the best of the best 喜歡的話可以like這條片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之後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你的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